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我现在在我的车库里 车库里做一个小节目 给大家通报一下 美国和中国的富航 那么最近几天 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 它宣布了 6月25号 它将恢复西雅图 去上海浦东的航线 每个礼拜运营 就是运营两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这个航线 它中间 它要惊停在 韩国的首尔人川机场 所以 应该7月起 达美航空 它就开始正常的运营了 运营就是说 西雅图上海浦东和 底特利上海浦东的航线 但这个航线 它不能直达 它必须要经过首尔 经过韩国 那么 达美航空将是第一家 恢复美中航线的 美国的航空企业 它是采用空客A350来直飞 那么这个除了达美航空的 那么美联航 美联航 它是在27号 也就是昨天也宣布了 从7月8号起 它将恢复旧金山 飞中国上海浦东的航线 也一样惊停航国首都首尔 它每个礼拜飞两次 有波音777 300ER 这个信号的飞机来直飞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美国的两家航空公司 直飞的话 它相对来讲 会降低飞行成本 因为现在中国民航的这些飞机 航班都特别的贵 超级的贵 那么美联航 它打算从7月份 它也将恢复 芝加哥 去日本东京的航班 还有去香港的航班 它虽然没有说具体的日期 是从哪一天开始恢复 但是初步计划 在7月份 恢复这两趟飞往亚洲的航班 那么它要是飞香港的话 它还会往前飞 飞到新加坡去 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奔忙于亚洲和美国的 一些商人来讲 还是不错的 那么7月份美联航也打算 恢复去汉城首尔的 就是这个首尔 韩国首尔的直达航线 那么除了美国这两家航空公司之外 那个AA就是美国航空 目前没有任何动静 也没有宣布究竟要恢复不恢复 飞往中国的这个航班 所以至少呢 就是美国的航空公司呢 每个礼拜有四个航班 四个航班飞往中国 那么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纽约那边的 基本上都是西海岸这边 那么中国的这个民航企业呢 一直就没有 基本上没有停飞过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国航 东航 南航和厦门航空 都在飞 那么国航呢 它每周呢 它是飞北京到洛杉矶的 北京洛杉矶的往返 然后东航呢 它每周 飞这个上海浦东 到纽约肯尼迪的这个国际机场 那么南方航空公司呢 它是每一周呢 它有一班是广州到洛杉矶的往返 那么厦门航空呢 它是从厦门飞往洛杉矶的 所以呢就是说每周啊 就是从七月份开始 每周就有八个往返于 美中航线的航班 这个呢 可能能缓解很多人的一些需要吧 所以就给大家通报 这么一个好消息 但我朋友那天跟我讲 他打电话 他说 他准备从中国飞回美国 已经在中国好几个月了 但是呢 美联航的七月份的机票 说是有 但是非常贵 也是挺贵的 也是挺贵的 除了这个航班的消息以外呢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是坏消息 这坏消息就是说 美国最近几天啊 本来有十一个周呢 是要恢复航线 而不是恢复这个复工 现在也无法了啊 就是这个啊 很多人接着染病啊 所以也不太可能 也不也不太可能那什么 你要不要入我的镜头啊 然后呢 我们伊利诺伊州 现在酒吧餐厅都开了 哇人很多呀 大家就好像根本就没这个毛病似的 啊 所以就看一看啊 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听说有 一百多家餐厅的员工 都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 所以德克萨斯又关闭了 所以说所以看来这个啊 要完全复工的话 还有挺长的路啊 挺长的路要走呢 啊 不过呢 就是 起码到现在吧 我们这里刚才出去一趟 我们这里很多商店都开门了 啊 不过呢 我刚才去买东西了啊 也也都是戴着口罩 我观察了一下啊 周边的人都卖 都都都都在戴着口罩的啊 我看了一下商店里卖的 那个中国造的KNQ5口罩 两个十美金啊 也就是说五美金一个啊 零售价啊 也挺贵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就给大家通报一下这个 啊 航班恢复的最新最新情况啊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